苏木槿知道圣羽帝 他便是当今皇帝宁义的父亲 也就是先帝 圣羽帝也算是千古明君 打破了大周朝以文治国的传统 开始新武力 重点培养将帅之才 在位期间征兵练兵 就连清风书院都增加了排兵布阵 骑射兵法的课程 慢慢地出现成效 和北援国的战争也胜多负少 一直到后来楚王的出现 楚王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他是出了名的英勇善战 只用了十五年 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 坐到当今楚王的位置 瞧着苏木槿惊异的面容 楚军涛微微沉沿道 退了北援国的兵马 我大周朝也伤亡惨重 因此两国休兵 但是因为圣羽帝长期把目光放在战场 再加上他龙体欠安 以至于外戚干政 整个皇位都被架空 在四年前骤然驾崩 楚王做了一年的摄政王 就嫌事情太多太烦 催促让陛下登基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皇帝陛下 苏木槿静静地听着 面色渐渐严肃下来 大周朝的皇权渐渐被世家们架空 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太后娘家 徐家和楚王爷一家 原本大周朝这个时候 正是一盘散沙 最好进攻的时候 可北援国却没有动作 楚军涛转头看着苏木槿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苏木槿垂头想了想 是的 这个时候 正是大周朝最弱的时候 可为什么北援国 竟然没有丝毫异动 他沉烟片刻抬起了头 其一是楚王爷 不会任由北援国攻打大周朝 楚王爷虽然位高权重 可是并没有谋反篡位的念头 否则先帝驾崩之际 他会揭竿而起 可他没有这样做 反而还让陛下登基 所以应当是个爱国之人 因此北援国忌惮楚王爷 才没有发起进攻 瞧着楚军涛赞赏的眼神 苏木槿继续道 还有一个原因 以表格方才所说 北援国应当是个善战的国家 可这些年都没有发起征战 应当是北援国自己国家内部 也出了问题 楚军涛没想到 苏木槿仅仅从他几句话里 便能分析到这样重要的信息 不由得赞赏的点点头 他一手握着缰绳 一手握着马鞭 低声道 你猜的没错 北援国的确是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游历各国 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 据说北援国的老皇帝 膝下共有十八子 每个儿子都野心勃勃 各自为战 如今北援国的老皇帝 身体每况愈下 十八个皇子 各个都有相对的阵营 明里暗里都开始争夺皇位 只是大权还握在老皇帝的手里 因此每个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期待着老皇帝能下旨立楚 那老皇帝这个时候立了楚 不就能暂时让朝局安定下来了吗 是这个道理 储君掏点点头 可是不知为何 老皇帝就是不肯立楚 或许是担心立楚之后 他的储君便意外而亡 也或者是有其他的顾虑 总之他就是没有立楚 苏木槿听到这里 倒有些诧异了 那北援国的老皇帝 想法还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储君掏继续说 所以现在大洲朝和北援国 表面上看着和平 实际上两国关系如履薄冰 只要哪个国家稍稍安定下来 便会对对方进行猛烈的攻打 苏木槿渐渐渐听出了储君掏话里要表达的意思 表哥的意思是说 娘亲的失踪也许跟北援国有关 想到这种可能 他的脸色忽然变得极为难看 如果掳走娘亲的是北援国的人 那他们就应当能打听到 娘亲对于爹爹有多么重要 为了娘亲 让爹爹做什么事情都必然能成功 可既然如此 为何北援国的人这些年都没有丝毫动作 没有利用 一是因为没有利用的价值 二便是没有利用的可能 娘亲分明有利用的价值 那么 她不由地想到了最不愿意相信的可能性 娘亲那样爱爹爹 为了爹爹不被人利用 她会做什么 苏木槿的脸色骤然苍白下去 先不要想到那么悲观 既然那些人抓走了姑姑 肯定没有让她寻死的道理 她应当还活着 我给你说这些 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想救回姑姑 恐怕有些波折 也许会让整个苏家都为此陪葬 也有可能你和聪儿也会性命不保 姑姑如果还活着 应该不想让你和聪儿经历这些 如此你还非要找回姑姑不可吗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只要能找回娘亲 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都在所不惜 如此便强大起来吧 苏木槿回到苏家 便问苏管家 我爹爹去上朝了吗 已经去了 苏总管有些诧异地回答 老爷一直都是淫屎的时候去上朝 姑娘怎么回来得这样早 苏总管让人给苏木槿卸行礼 心侠却有些担忧 据说二姑娘是不知礼数 被楚家的人给赶出去的 难道大姑娘也 正想着 却瞧见了从马车后 绕出来的楚军涛 苏总管猛地放下心来 既然是表少爷送回来的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苏总管松了一口气 就笑道 老爷原本以为姑娘 要住个好几天的 还吩咐婆子们 如果过两天 大姑娘再不回来 就让婆子们 给姑娘送去些换洗的衣裳 我突然想起 府上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回来了 苏木槿对苏总管 还是十分敬重的 他轻声解释了几句 然后就吩咐婆子 把东西往屋里搬 楚军涛远远地站着 抱着聪儿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 他放下聪儿 跟苏木槿点了点头 就驾车回去了楚家 紫罗和紫玉 接到消息 已经迎到了门口 紫罗去接柳嬷嬷手里的行李 嬷嬷辛苦了 先回去歇着吧 奴婢来帮您提 不累不累 柳嬷嬷这一次 从楚家回来 是荣光焕发 整个人看上去 都明朗许多 她笑着和紫玉道 一点都不辛苦 紫玉去帮生肖提东西吧 她年纪小得多 今儿个天蒙蒙亮 就起来了 这会儿应当困了 紫罗就笑着 从柳嬷嬷的手中 接过包袱 奴婢这点东西 还是拿得动的 说着又从生肖的手里 提过另外一个包袱 背在肩头 几人边说话 边往回走 紫罗就把这两日 府里发生的事情 一点一点 事无巨细的 都跟苏木槿禀报 苏嬷嬷是近天的 往紫园那里晃悠 成天跟紫园的小丫头 打听姑娘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瞧她那急切的样子 真真是没有忌惮了 也不怕老太太知道了 会责怪于她 不过现在冲灰园里 消息闭塞的紫 老太太那里 也没有什么反应 苏木槿含笑点头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紫罗继续说道 不止呢 其二哥 其二哥二姑娘 被楚家的人给送了回来 楚家的婆子 说得清清楚楚 当着老爷的面 说二姑娘不懂规矩 以后楚家 没有这样的外甥女 和外孙女 把老爷气得 当场面色铁青铁青的 老爷当即就吩咐 继续尽足 现在容嬷嬷和贵嬷嬷 两个人 是白天黑夜的轮流交规矩 中间只能睡两个时辰 站在端云院外面 就能听到里面传来的痛呼声 紫罗瞧着苏木锦 沉沉的脸色 语气越发小心翼翼了 不只是这样 容嬷嬷和贵嬷嬷 得了老爷的吩咐 如果二姑娘不听话 就只管打骂 还说 如果二姑娘学不好规矩 那打死也罢 就当是 没有生过这样的姑娘 苏木锦微微挑眉 爹爹竟然能放出 这样的狠话来 倒让他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 苏云锦不管是犯了什么错 爹爹都会瞧在 娘亲的面上 宽佑了他呢 现在苏云锦那里怎么样了 他低声问 奴婢去端云院瞧过一次 才两天时间 二姑娘脸色 就针针地苍白了下来 奴婢去瞧的时候 二姑娘正在顶碗链走路 两个嬷嬷得了老爷的吩咐 这会儿可半点都没有留情了 只要走路的时候 碗里的水晃荡出来 那鞭子抽在身上挺响的 奴婢听了都渗得慌 那真真是自作自受 说话间 一行人已经走到了锦园门口 刚到锦园就瞧见一个身形 微胖的婆子 正拱着身子往里探 飞胖的身子怎么瞧 怎么有些猥琐 苏木锦一眼就认出 是宋嬷嬷 苏木锦停下脚步 一行人顺着她的眼神看过去 一眼就瞧见了 背着身子站着的宋嬷嬷 子罗见了就轻叹一声 颇有些无奈地压低了声音 真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你瞧瞧这宋嬷嬷又来了 奴婢这就去把她给赶走 说着 素着脸 放下手里的两个包袱 就要往前走 憋 苏木锦束手阻止道 你别去了 跟着我一起去瞧瞧 看看这个宋嬷嬷 究竟想做什么 子罗瞧着姑娘的脸色有些冷 就一句话没说 跟在姑娘的身后 一行人放缓了脚步声 就瞧见宋嬷嬷 拉着一个小丫头 在一蹴竹子后 小声地说话 哎 亲姑娘 你们屋里的姑娘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给我句准话吧 也好让我这老婆子有点盼头 苏木锦束着耳朵 听小丫头怎么回答 就听到小丫头无奈地说道 宋嬷嬷 不是奴婢不告诉您 真真是奴婢也不知道 奴婢只是一个负责扫撒的小丫头 姑娘怎么会跟奴婢一个小丫头说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说也是跟紫罗姐姐 紫玉姐姐两个姐姐说 嬷嬷 您真真是要问姑娘的消息 找奴婢可真是找错人了 还是去找紫罗姐姐和紫玉姐姐吧 苏木锦听得暗暗点头 却听得宋嬷嬷有些沉怒的道 好了 你少跟我打马虎眼 我能从紫罗和紫玉那里打听到消息 还能来问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日中跟那个紫罗关系最好 你们都是大姑娘 从李婆子那里买来的丫头 在李婆子那里的时候 就跟紫罗交好了 那个紫罗现在是大姑娘身边的红人 他知道的消息 你能不知道